6号数百名示威者聚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 抗议当天在此开幕的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双年会 部分示威者还投掷了汽油弹 防爆警察不得不使用了吹雷瓦斯和水枪驱散人群 并且逮捕了100名示威者 截至当地时间中午时分 塔克西姆广场和附近街道基本恢复了平静